大家好,我是懒严帆帆 今天做一道辅足蒸排骨 真的非常好吃 首先放入两勺淀粉 加点清水把排骨抓洗干净 这样可以很好地去除排骨里的血水 然后用清水把它冲洗两三遍就可以了 这洗出来的排骨白白的非常干净 然后放一些蒜米 盐 生抽 蚝油 米酒 白胡椒粉 淀粉 把它搅拌均匀 再加点食用油 接着搅拌均匀锁住水分 然后腌制15分钟左右 叠起上香铺上一些提前泡的腐竹 然后把排骨一块一块的放上去 排骨尽量不要叠起来 叠起来就不容易熟了 水开后把排骨放入锅中 盖上盖子大火蒸18分钟 一到夏天就特别喜欢喝果汁 这款果汁杯非常好用 只要把果肉放进果汁杯中 汁和渣都会分开流出来 这一杯就是没有果渣的果汁 真的非常好喝 好不好喝 好喝 一点瓜子都没有 一点渣都没有 已经浸了18分钟 打开盖子 撒上一些葱花 这样就做好了 看一下 这样做出来的排骨真的非常的嫩滑 非常的爽口 还有这个腐竹 吃满了这个排骨的汤汁 很入味 小孩特别喜欢吃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见 拜拜